各位室友大家好 今天是文化能量学专题报告的第55讲 我们还是以文化与性状 宇宙物性能量的人文历史演绎 这本书作为蓝本来讨论文化能量学的理论 今天说第5章 文化性状的人的生命阶段性 与能量性状的全息还原 中间的第3节 人类文化与文明历史演绎 第1个期阶段 就是童年期的第1个阶段 第1点 人类的文化文明和个体的生命 有相近的全息演绎规律 所以这第1个期的阶段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 就是从出生到7岁之间这样一个阶段 而相对于物种是从2300万年前 到公元前800年 为什么确定在这个时间段 因为2300万年前的一个与人相类似的一个原种 灵长类的原种 它在2300万年前发现作为人类的起点 对吧 那么至于这个公元前800年呢 是因为这个时间段是人类的轴型时代 所谓轴型时代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人类的文化突然的发达 产生百样真名的现象 那么这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人类作为物种啊 它到达了一个器官成熟的阶段 所以突然出现了后天文化的发达 对吧 可以通过后天的人的器官去反映 产生后天的文化 所以这个时间段和人个体生命的七岁的器官成熟 是相对应的 全系的 所以这个时间段正好就在公元前800年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人类呢 是能量产生的最后衍生的生命 这一点我们前面讲过了 能量演化从高向低 所以人类所获得的这个衍生能量 实际上在整个天地万国来说是最低的 但是对于我们人类自身来说 这个时间段 这个第一个器 这个生命的第一个器官 它是这个生命的能量最高阶段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能量从高向低演绎 它所演化出来的任何物质形态 都是能量降低的结果 所以能量降低了 能量产生的时候 它的能量高于这个产生以后的这个能量 道理是这样 那么佛教解释我们人类的刚刚开始出生 不是一个很明显 现在叫哇哇大哭嘛 硬儿的哭 为什么要哭呢 那佛教解释说 因为人来到了一个苦海无边的世界 其实这个说法是宗教交易的一个解释 它是目的是把这个世界 按照它的交易方式描述 来使人民接行它的教育 其实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能量它是没有形的 它是从无形转变为有形 它在无形的那个界面中 和有形的界面中 它所受的这个环境 界面体温是不一样的 所以由于空气的温度 湿度 气候等方面的因素 所以它的那个出生的生命体的皮肤 去接触这个外界空气 它有一定的脏力 所以这个脏力引起了 婴儿的不舒服 所以就它一下不能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造成了它这个产生这个抵抗 就哇哇大哭的这个现象 其实是这样的因素造成的 那么虽然说我们说个体的生命 第一个七阶段它只有人生的这个七年 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算长 对吧只有七年时间 但是对于物种来说 从两千三百万年前到这个公元前八百年 这个时间段那是太长了 对吧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来分 因为它中间有三个本质的一个变化 所以必须要再细分一下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物种的文化 所以这样呢才能把事情说得清楚 对吧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的七分为三个阶段 好第二点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各级生命呢 我们定在出生零岁到一岁之间 相当于物种生命的两千三百万年前到两百万年前 这个时间到 为什么确定在两百万年前 也是因为两百万年前 人种真正的演化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 婴儿的一岁 零岁到一岁之间 它还没有完全体现出人类的人性的这样一个特征的东西 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动物 是这样的 所以把它定在两千两百万年以后 人类的人性的东西 人类的文化意识产生了 那么这就体现人类的真正人类生命的演义 才从一岁开始 是这样的概念 那么这样一个特征 这个时期啊 它和动物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它器官也没有形成 也没有厚电的智力 它完全体现为一个简单的动物生命 对吧 所以它是一号了这个产生它的这个能量的作用 来促使它生命的存在 对吧 但是因为这个人啊 前面我们讲过 人的这个 智力行走 这个人种智力行走 大老发达了以后啊 它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早产 因为必然要产生早产 因为如果不早产 这人生产很困难 所以人类实际上都是早产儿 对吧 那么早产了以后 在这个生活方面呢 就不如动物啊 就是说他需要成人去看护 他所 婴儿所需要看护的这个时间段 比一般的生命动物生命要长得多 原因就是他早产 是这样的 那么确认这个2300万年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人类现在考古发现的一个西瓦古元 在2300万年前发现的 他和人类啊有一种相近的因素 可以认作为是人类最早的起源 但是他虽然没有这种完全的人类特征 他有类人特征 但是他跟人类的发展有关系 是人类物种的研化的起点 那么这个事情 西瓦古元的出现 它的原因由于这个4500万年前的一个 一次地球的运动 就是印度斯塔路的漂移 从非洲的东南面 向这个东北面漂移 最后撞击了这个亚洲板块 形成了喜马拉雅上的隆起 造战运动开始 那么这个活动呢 他就改变了地球站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原来的那个 太平洋的暖湿气流 随着地球的窒息向东运动 它就会从东向西 撒向欧亚大地 形成这个广大的这个支配草原 对吧 那么这个喜马拉雅上隆起了以后 它必然会阻挡这个暖湿气流的吸睛 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西洋那边的这个支配 绿色支配逐渐就消失了 因为雨水少了嘛 那么雨水就大多数留在中亚以东 那么这就造成了西洋那边的这个森林 导富 动物死亡 大量的大批的生物就消失了 是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一个物种 就是林长内有一个物种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窝猩猩 对吧 它原来是在那个森林的树丛中 攀行的 攀爬的 生活的 那么 圣灵之辈没有了以后 它没办法 它只有落在地上行走 但是它适应了这样一个环境 有些动物它没有办法适应 就死完了 那么它适应了以后 就改为在地上 支离行走 就两个腿支离行走 没有树 不好爬了 那么由于这个支离行走 它的承载量 它要大于水平 因为这个你攀行的话 你的头不可能长大 由于长大就搭了下来 那么垂直呢 它的承载力加大 所以它的这个大脑就开始发达 那么这样也就造成了一个 这一支的圆左 这个窝猩猩 它和其他的圆类呢 就开始分离了 因为它发达了 大脑发达了 那么就变成了 更接近人种的这个类别 大约在700万年前 这个圆种啊 开始和其他的圆种分离了 它南下到非洲去繁衍 原因很简单 就是那个环境啊 已经不适合生命生存了 动物生存 所以它南下到非洲 靠近这个赤道里头 那个地方环境 比较适合人类生存 那么大约在550万年前 繁衍出了 跟我们现在人类似的一个S级缀型的这样一个支系组线 就是南方古园 因为这个地点相对于原来的位置是南边 所以把它称为南方古园 那么在后来250万年前 就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物种 这个人 这个物种就是标准的人的起源的人种 完全是属人的 这个人种叫能人 那么这个能人呢 他的比较进化 比其他的物种更进化了 他可以使用这个石器作为自己的工具来生活 对吧 所以这个时期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旧石器时代 最初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 叫旧石器时代 那么这个时期呢 当然仍然人 还是没有达到完全的有那种文化学上的意义 也没有完全的明显的文化形态的出现 仅仅是体现为一种类人特征 就是像人 但不完全是人种 这样一个特征 零岁到一岁 物种也是零岁到一岁之间 200万年以前的时期 那么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大脑发达以后 它就预示了人这个 这个神经细胞的增加 而神经细胞呢 它原来的那个数量 它足够支撑人的生命的行为 那你这个增加了以后 你就多余出来很多神经细胞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第二型号系统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什么 产生了思维意识 它独立于生命 物质行为的这样一个信号系统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人类文化文明的起源 这样来源 那么人类在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 它还没有 器官没有完成 所以它的意识上的反应 它没有反应人本身的器官的意识 它只是反映了这个能量给它 寄存在他身体中也生命的这样一个意识 所以这个意识呢 它只能反映的是什么 它只能反映的是能量的特征 也就是对那个世界上有这个神的存在 灵体的存在的反应 那么这就是最早人类文化为什么会以宗教起源的原因 就是宗教 那么宗教跟动物的这个区别在哪里 就是动物呢 它对这个恐惧感 它是有这个防范的 有这个有回避的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它没有主动的去预防这个功能 而人类这个预防功能就产生了特有的宗教 因为加上这个文化的思维意识的产生 所以人类就出现了特有的宗教 可以防范恐惧 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起源 那么在人类早期的零岁到一岁期间 这个世界人类形成的这些宗教行为中间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人类所崇拜的这个信仰的这样一个对象 它的这些教主也好 或者神也好 神也好 它的称呼都是由这个M打头的 M这个音打头 比如说像犹太教的教主 米赛亚 基督教的教主米迦勒 就是耶和华了 那么它的儿子圣子耶稣 也叫马斯特 都是M打头 那么伊斯兰的教主呢 叫马哈迪 印度教的教主叫摩尼 索罗亚斯的教 就是马自达 这是波斯教 还有一个教叫摩尼教 教主就是摩尼 那么中国呢 它是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宗教 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 但是呢 类似宗教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这个务师 它也是人类崇拜的对象 这个务师这个在古代的发音啊 就叫 所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无论是从这些崇拜或图腾崇拜 首先崇拜 它对这些崇拜 它对那个东西的反应啊 都是以这个M这个字幕打头 这难道是巧合吗 还是互相有默契 很多人对这个感到很疑惑 对吧 那么我们认为呢 这个最可能的原因啊 它来自这个婴儿吃来的时候 在满足的状态下发出的一种声音 有嗯嗯在音 它因为吃来满足了 它会发出这样的音 所以久而久之呢 它把发出的这个音 和它所依赖的对象 母亲这个角色 把它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把它变成对母亲的称呼 所以后来这个 这个发音 它最后就形成了 对母亲的这个词的来源 对吧 叫MOM 全世界所有的文字 你只要这个 说母亲的这个词 它一定跟这个发音 是非常接近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物种演化的 一个现象 对吧 那么这个演化现象 从个体生命 它逐渐就演变成 人类的精神意识上的一种发展 演绎发展 那么就成为 人类所崇拜的对象 最早崇拜的宗教信仰的 这个对象的一种称呼 所以才会出现 大家都是以这个M打头 来称呼自己的信仰对象 原因就在这里 好第三点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各体生命的 一岁到三岁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相当于五种生命的 两百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定在一万年前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 像是根据生命的这个演化 文化的发展的这个状态 像吻合的这样一个状态 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 是很明显 就是人和自动产生区别了 就是人真正进入了人类人性生命 人的生命的特征的这样一个开始阶段 就从一岁开始 那么这时候的器官开始形成了 对吧 人的器官 那么这个 而且很明显这个福 在十分节种以两性来繁衍 器官包括性器官 对吧 所以这个婴儿 它本身也是两性器官的产物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到了一岁以后 婴儿的最大一个特点 特征呢 就反映出来 它有一种想表达 这个意思的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开始张嘴巴 强强表学 雅雅学语 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文化意识的开端 就是人类要表达自己的 这种后天器官的文化意识的开始 那么另外就是盘神学步 对吧 我们知道婴儿都是在一岁左右时间开始学 学这个学走路 这就意识到这个人生 是从这儿 这个时间段开始的 开始人生旅程的训练开始 那么作为物种生命呢 那个时间段正好是第四季病疮的接触期 这个环境呢 非常适合人类的物种的扩张生存 所以这个个体的 我们说在一岁 这个时期的雅雅学语 实际上就是整个物种的文化 显态文明化的开始 准备开始产生文明了 就是具有了文化特征以后 开始世界产生文明 这个时间段 那么这个盘神学步呢 它就是这个物种啊 开始离开自己的居住 这个产生地 准备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 这种学步就实际上就开始行走了 对吧 开始会走路了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 莫里斯教授的这个数据啊 公元前一万四千年的时候 人类这个人类这个能量摄取量啊 到达了这个四千大卡 每天 每人每天 那么这就满足了这个生命 人类生命的最低两千大卡 每人每天的这个标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人类说 它的能量摄取量 到在这个周岁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 到达了这个 生命足以具备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这个能量支撑的它 可以站立起来 对于物种来说 可以走向世界 对吧 当然这个走向世界有一些因素 这个原始人可能是为了这个 更大的扩大自己的狩猎环境和面积 所以开始寻找这个狩猎对象 产生的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它走向世界是 它的能量摄取量到达一定的标准 支撑的它可以走向世界 也就是人的一岁时候的盘上虚布的 对物种来说的盘上虚布的现象 对吧 根据全球这个DNA的这个检测 现在已经得到证实 人类呢 曾经在物种在两百万年前开始走向世界 一共走了三次 对吧 那么第一次就是 刚才讲的这个能人 以这个能人开始了 两百万年前开始走向世界 最远点的到达了 这个南亚这个地区 我们现在的这个云南的一百七十万年前的 人牟人呢 就是那个时期的后代人种 对吧 那么第二次呢 是在这个八十四万年前的 由能人演化出来的 这个匠人开始的 那么这一次呢 最远点到达了东北亚 就是辽河的西边 西辽河 那么其中人种呢 就是像中国现在的八十万年前的这个蓝天人 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 都属于这个第二次人类走向世界的人种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呢 他仍然留在了非洲 然后继续演化出一个新的人种 叫海德宝人 这个海德宝人呢 大概在四十二万年前 继续这个走向世界 那么他 从非洲 向北 出了非洲以后 到了西亚 一直走向 欧洲 形成尼安德特人 另一只呢 就走入中央 向右边 东边 形成了另外一个人种 叫丹利索尔人 这就是第二次人种的走向世界 那么第三次呢 就是大概是二十万年前开始的 由这个匠人 原来在这个 仍然在这个非洲演化的这个匠人的后裔 演化出了另外一个品种 叫早期之人 那么这个早期之人在十二万年前 又开始走向世界 这次走向世界呢 它就跟前面两次有点不同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球的那个磁 磁心啊 转动的这个角度的问题 造成的这个海水下降 所以这个人类啊 在这个时期 很轻松的 北边越过了白岭海峡 到达美洲 南边 越过提摩海峡 到达大洋洲 就很轻松的 就走向世界了 就是由这个早期之人开始的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 就是在第四季病川后的 七万五千年 大概这个时间段 这个兼兵期吧 这个之后 然后人类整个遍布世界 大约在一万年前 这个人类啊 由这个早期之人 转变成晚期之人 因为这个时候的环境 已经非常适合人类生存了 然后整个人类也变布世界了 所以整个这个时间 就开始了我们人类的历史 人类进入母性世俗社会 人类地是正式拉开序幕 这个时间段和《圣经》里面所讲的 一万零四百年 这个时间段是完全相符的 那么瑞士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 皮亚杰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叫《发生认识论原理》里面 讲这个儿童的心理啊 分为四个阶段 这个第一个阶段 就是从我们讲的这个一岁 儿童的一岁到三岁这个时期 划分的 那么这个时期呢 他把它叫做感知运动阶段 就是儿童心理的第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的最大称称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意识啊 他这个主体和外在的客体 没有分离 也就是说 他主体就是客体 客体就是主体 他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状态 一岁到三岁 那么 主体和客体没有分离 就意味着人性 人的人性 人论的人性和物性 客体自然的物性 没有分开 没有分离 人没有抽离出来 所以他意识不到自己和自然的区别 这个时候时间段 那么他的思维呢 也就是意维的 所谓意维的就是一个点 没有动 他自己就是这个自然一部分 那么到了后期的时候 他开始这个点开始移动了 就是他能把自身 当作了客观世界中间的一个分子 那这就相当于这个点啊 一维的这个点开始移动了 然后就开始有区别 这就出现什么 两维 所以人的这个思维啊 他也是维度是在提高的 通过这个演化 提高的 那么这个时期呢 我们人类的这个物种的文化意识啊 开始产生了 就是从200万年前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由能人开始的 这个能人和过去前面的那个类人员 还有蓝芳果员 他们的生活方式啊 那个采集 吃荒的生活方式 这是不同的 他是完全以一种叫做狩猎 作为自己的 寻化动物 狩猎去作为自己的生存 这个依靠 也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什么猎人 就是他尽管他 经常也被他所猎杀的对象 猎杀 互为猎杀对象的 应该可以讲 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他们的身份是猎人 就是 所以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人类文化文明的 显态化的第一个文明 产生了 就是守流文明 所以人类的文化开始时的始端 就是从这个能人开始的 守流文明开始的 那么由于这个时期 它的人体的器官啊 它还没有到达那个完善阶段 能量设计也没有到达很高的位置 人和动物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只能以这个产生生命的这个能量意识 去感知世界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 人类的后天文化没有形成之前 人类形成的宗教文化特征呢 是什么呢 就是对那个看不见的那个能量的感知 对吧 所以人类的早期的先民呢 它都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万物有灵的 万物有灵 这个神灵在主导着这个世界 所以呢 那人类在这个时期的宗教文化体现出它的一个图腾崇拜 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特征 也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现象是文化的一个初级阶段的一个现象 它必然是对那个看不见一个动物的反应 因为它器官还没有形成 它不可能以器官来感知对象产生自己的思维意识 是这样的 那么 大概在一 一百九十万年前 人类开始使用这个石器嘛 刚才讲的对吧 一百四十二万年前开始使用活了 然后呢 七点五万年前开始出现的语言文字的交流符号 然后在后面就是 再出现的就是三万年前的这个 出现的艺术审美现象 代表做一些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对吧 还有一点八万年前出现的那种纯心上的 出土的那个纯心上的这个穿孔的历史 作为这个项链来使用的这样一个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时间段 人类这个文明啊开始出现了 就是具体的东西 有了文化转化为一种文明的现象开始 好 第四个阶段 最后 这个 到第三 各体的第三个阶段 各体生命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三岁到七岁时间 相当于这个物种生命的一万年前到公元前八百年这个时间段 也就是我们分成三段中间的最后一段 对吧 那么这个时间呢 肯定就是人性和物性拉开局了 这个人和动物拉开了 那么由于这个这样一个因素 人的气光啊成熟了 开始以气光来反映感知对象 那么原来使用的这个能量的因素呢就消退了 因为你气光有能量转化为气光形式来感知对象 对吧 所以这个时间人的气光啊 所以这个时间人的气光啊性的气光啊性基数啊各方面的东西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这个作为性别的双方男和女性 女童行为它是也有区别了 对吧 那么我们中国传统上就讲说男女童啊到了七岁时是不同其的 原因在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性的区别不能在一起同桌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当然有一点就是这个男童的发育和女童发育啊还是有点区别 女性的它发育要比男性快 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快不是物质上的啊 手臂上的粗粘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着人的意识对这个能量反应的结果的快慢 就是说人对能量它从无形态转变为有形态的这个过程啊反应比较快 这就叫找书 对吧 他很快就形成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他的意识这就是找书 而另外一种晚熟的男的比较晚熟 他是思维他老停留在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状态中 就还没有形成这个能量的最末端的形态 这就是他的那个早速晚熟的概念 不是形体上的粗细的这个概念啊 这个强不强的概念不是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时期呢就相当于刚才讲的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四个阶段中间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他把它叫做前运算阶段 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个时期的最大特征呢就是 儿童的这个意识的主体和外在的课题啊开始分离了 他可以意识到自身和对象的区别 对吧 但是这种意识啊 他是一种简单的 而没有这个还不是一种逻辑性的 比如说他知道几个物体 A等于B啊 然后还有一个物体是B等于C 他知道相等 但是他不能得出A等于C的这样一个结论 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逻辑性 他没有传递概念啊 他只有区别概念啊 也就是两维的啊 他不会拐弯 一拐弯就是三维的了啊 就是立体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两维 他是两维的去认知认知对象的啊 即使他生活在一个三维的环境中间啊 你你他对这个自然对象的反应 仍然是两维的 就像儿童他去描绘对象 这个对象明明是三维的 但是描绘出来的这个上面 它是一个两维的东西啊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他这个时期 他就反映出他的思维意识的两维特征 那么作为物种呢 人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三次走向世界 对吧 整个世界的布满人种 环境气候变暖了 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啊 然后人的后天文化 因为在器官的层出 他的文化发展成了一个加速度的现象 快速发展 那么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这个人类的文明 前面讲的那些工具啊 使用啊 再加上现在后来出现的这个语言开始发达了 人种从能人降人转为知人 语言也开始出现了 对吧 大概公元前 九千五百年前的时候 这个人类呢 呃生产方式啊 放弃了这个狩猎方式 转向了另外一个对植物的循环 也就是龙耕 进入龙耕文明生产方式 这个进入龙耕生产方式 它其实跟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自然中间 它可以获得一些雨水比较多的地方 它地上自动可以展出一些庄稼 可以吃可以满足人的这个生存 所以它很快在很多地方这个雨水比较充足的地方 温暖的地方 它就可以转变为这个龙耕文明 这就是龙耕文明出现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转变为龙耕文明了以后 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个食物啊跟过去不同 狩猎文明的时候 你打的猎物啊 你然后分给大家就吃掉 必须一起吃掉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存 一存就坏 肉就坏了 对吧 所以它打来了以后 它就不分离我的 都是大家的 大家同意的 一定要全部吃掉 也有可能 今天打的少 大家吃的少 打的多大家也吃的多 对吧 是这样的状态 也就是说不分离我的 没有区别的 这个状态什么状态呢 是公天下 对吧 状态 那么到了这个龙耕文明不同 龙耕文明的收获啊 它是可以储存的 像麦子啊 玉米啊 高粱这些东西 它可以晒干了以后 可以收收 可以储存 它储存了以后 就出现了什么现象 出现了私有 私有观念 为什么 因为你能力大小 体现在你的这个储存能力上 是不一样的 你能力大 你可以储存多 你收获多 你储存多 那么自己出现了什么现象 我拥有的多 它拥有的少 这不就是私有 私有观念产生了吗 那么这个私有观念产生 必然产生 接下来产生什么 产生阶级分化 我拥有多的人 和拥有少的人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就产生了这个阶级分化 那么阶级分化 我拥有的东西 我可以储存 我干嘛要给你吃呢 对吧 我不能这个 不能这个 没有理由的贡献出来 对吧 所以它产生了这个私有观念 私有财产的感觉 那么那个时候的社会 原来这个母系社会就崩塌了 整个社会 由母系的供天下 这个体制 转为父系的家庭下 因为私有财产了以后 它这个东西不转给人家了 它只有留给自己 因为它可以促成 对吧 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群租之间的对立 等级差别 阶级对立 那么进一步就会产生什么 奴隶制 因为有钱人 有能力的人 他可以去使用这个奴隶对象 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睹 那这就整个社会就改变了 所以这种状态下来 就形成了这个人类社会的 这个原来的没有这个阶级性 成为这个有阶级对立的这个状态 社会形态 我们人类的文明呢 有三个条件 就是一个是语言 还有一个就是城邦 城市的建造 再一个就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技术活动 对吧 这三个特征 那前面讲的那个 大概在光源前五百五百五十五千五百年吧 产生的这个人类的文字 就已经开始了 对吧 就这个时间段 特别是前面我们讲的 苏美尔的这个 卸行文字 埃及的这个圣树文字 古印度的这个印章文字 和中国的这个 甲骨文字 对吧 这个已经形成了 那么后来呢 又开始出现了这个城邦的建造 对吧 大约在四千三百年到三千五百年 一年公元前 苏美尔已经开始出现了原始城邦 开始城邦建造 公元前三千一百年 这个埃及上游的这个国王 纳尔麦 统一了整个埃及 建造了自己的城市 对吧 公元前三千到两千六百年 埃青海地区 这个欧洲的埃青海地区 进入了青铜时代 就是进行了青铜塑造的技术 然后进行了有文化技术活动 开始了 这样的状态 文明的起点开始了 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到一千七百年 这个欧洲的一个亚利亚人 入侵了这个印度河 建立了这个哈拉帕文明 哈拉帕文明呢就是 实际上是人类这个第三大文明 对吧 大概在两 公元前两千零七十年到一千六百年 东亚这边的这个中国的 大羽建立了这个夏朝 对吧 刚才讲的那个私有制的产生 产生了这个父系这个家天下的这个体制 所以这个大羽呢 它最后 它的这个位置 它没有传给其他人 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夏棋 对吧 这是私有制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父系的家天下这个体制产生的原因 公元前大概一千七百五十四年 巴比伦的西亚的巴比伦的国王哈姆拉比统一了两河 然后颁布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哈姆拉比法典 这个事情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在那个时间段 那么早的时间 人类知道以文字的形式来变成统治的一个手段 变成自己统治的手段 就是相当于制定一个法律 对吧 这是最早的一部法律 巴比伦 公元前一千六百年 这个中国的这个陈汤 打败了这个夏朝 最后一个皇帝 然后建立了什么三朝 公元前一千两百五十年 希腊城邦的这个麦西尼 去征战这个特洛伊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特洛伊木马这个故事的来源 对吧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 这个周五王征伐这个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然后打败了商朝以后 建立了周朝 对吧 改朝皇代了 然后在一千零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三年前 他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四子周公 然后这个周公呢 去延续他的这个周朝 公元前一千到九百六十年 犹太的这个各个氏族 这一个大卫王 定督耶路撒冷 统毙了整个犹太 不耐火 这个时间段 在公元前八百年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段 印度呢 进入了这个后非多期 就是这个他的一个文化 印度文明的这个后期 启用了这个种姓制度 我们知道这个种姓制度啊 它是四大种姓 波罗门 沙迪利 非蛇和手术罗 这个四大种姓制度 实际上是由欧洲来的这个 洋人搞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把自己的人种和当地的人种把它区别开 对吧 因为波罗门呢 所以你看波罗门的皮肤是白的 它是欧洲人种 那么到了后面的非蛇和手术呢 它就是偏黑的就是当地的人种 也印度的当地人种 所以这种状态下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等级制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说它是阶级上对立的 产生的必然性 就是这样来的 对吧 那么人类的这个文明呢 呃 现在这个一共有四大文明古国 这个这个观点是由这个 中国的这个清末明初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提出来的 他认为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 那第一个呢 就是西亚两河流域的 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 第二个就是北非的尼洛河的古埃及文明 第三个就是中亚的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 第四个就是东亚的黄河流域的古中华文明 那么其他也有一些文明 比如也有比较有名的文明 比如说像古希腊罗马文明 巴比伦文明 跟伊朗的波斯文明 伊斯兰文明 波斯文明 玛雅文明 印加文明 这都是一个很有 都是很有名的文明 但是呢 问题是这后面的这些文明 它都是前面的这个文明的这个 延续 融合和排生的 它不是这个原创的 原生的 它是二级的二级形式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这个人类的文明啊 开始大面积的这个 产生了 世界各地的这个文明 大概在公元前 八百年这个时间段 整个人类的文化成熟 文明开始出现 对吧 那么代表人类的思维意识 最早的这个形态 本体论 在这个古希腊产生了 也就是人类的第二个文化学术形态 哲学体系开始了 那么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人的个体也好 物种也好 它的这个 这个 器官成熟了 对吧 在这个之前呢 它是器官没成熟 它形成了这个文化的第一个体系 它是神学 它这个神学它是不依靠器官来 来反应的 它是靠这个人生的这个能量的反应 那么从公元前八百年这个时间段 这标志的人类文化 这个第二个形态 哲学体系的开始 就这样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 最后就讲到这个 人类的这个 第一个期阶段 人类的第一个期阶段呢 它这个文化到了公元前八百年 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 它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个体生命的演化 和物种生命之间的演化 它是有一定的 相似性和全息特征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个体生命和物种生命 找到它的对应性 来讨论文化 这个它的演化的规律 对吧 好吧 今天我们就第一个期的阶段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